中央气象局已在21号针对烟花台风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欢迎市长22号上午前往重庆市场 关切摊商防台准备 也针对三级解封倒数 市场内用熟食区摊商防疫状况 做了解和防疫宣导 并表示未来解封后 海人要呼吁民众和摊商 要养成基本的防疫措施 由于疫情趋缓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有可能在下周宣布警戒降级 花联市长威嘉贤 22日上午前往重庆市场 关切摊市区摊商的防疫措施 提醒一旦开放内用 务必要设置隔板 做好人流管制 以及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办理 那因为市场其实还有很多的摊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有施打疫苗的机会 那虽然有造册跟排队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让他们尽数打到相关疫苗 那未来在降级之后 也是要呼吁我们所有摊商 不要因为降级而忽略到防疫的工作 那未来有可能有一些内用餐饮能不能开放 这些问题我们刚刚也跟一些摊商 来做相关的讨论跟探讨 那我们在市场内部 其实防疫做的都非常的确实 那我们也希望说所有来采买的民众 其实都可以安心跟放心 那我们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 在做相关的一个量测体温 跟定期的消毒 定时的消毒 那未来我们不论是内用的部分 也是遵照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指示来走之外 那我们希望进到里面的民众 我们还是维持勤洗手消毒的习惯 那还有失联制实名制的方式 那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的疫情 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 那也在此要呼吁所有的乡亲朋友 解封不是代表说整个疫情都没有了 那只是我们的生活可以比较 不用受到那么多的局限 但是防疫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这样才能够确保你我他的安全 还有家人的安全 魏嘉贤表示 目前疫苗施打尚未普及 建议摊商可以等待1922疫苗预约平台 第四轮登记医院开放时前往登记 尽速达到疫苗提升疫苗覆盖率 同时针对中台烟花铺台 以及近日地震频繁 提醒摊商做好防灾防疫相关准备工作 不要掉以轻心 记得蒋方烟花铺台 记得蒋方烟花铺市报道